过去两星期不时提及要留意美企第两季业绩,尤其是关注本周,隔晚期待已久的可口可乐,对指标性公司的首季业绩终于出炉,业绩是否符合预期并不是重点,不者较关注公司对未来的展望,而且股价走势某程度也代表了,投资者对大市的短期看法。 首先,可口可乐公司第一季财报营收同比下降百分之一,每股盈利增加百分之八,表现较预期好,市场理应受落,但股价仍然重错,原因是公司表示受疫情冲击,零售餐饮业未能复苏,预期第二季全球销量将大减百分之二十五,前景展望悲观,是想想,就算全球努力准备回复生活正常,可乐者必须品也会受到冲击, 投资者当然会重新评估消费股的投资价值,可乐股价下跌,造就了贵州茅台成为,全球市值第一位的饮品股。 不过,尽管茅台刚公布的全年业绩虽好,但在风险提示中也提及可能的风险,包括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,白酒消费需求短期下滑等,强于茅台也证明了同样受到影响,增加了不确定性。 茅台股价未受消息影响,股价继续新高,相反周二晚可乐在成交增加而下跌,似乎短期走势一般,投资者对饮品食品股会有用心,说不定资金会流走。 另一间受惠股市串流影音服务龙头Netflix,受惠疫情带动摘经济,公司第一季财报算不错,订户数大幅激增,激增1577万户,远高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822万户。 而且全球付费订户数超过1.83亿户,营收符合预期,指示盈利较预期低,管理层亦很老实,预计收市率和订户数将在第二季继续激增。 但在封城令逐渐解除后,收市率预料将会下降,订户数增长也将放缓,市场正在担心失业潮或身之下滑,不少消费者可能会取消订阅Netflix。 股价亦因此由高位调整,估计短期内这块受惠股的招牌要换了。 资金将会流出,部署其他概念,本周环有另一只受惠股亚马逊,美国纳指一直表现较道指及标指出息,反映了市场的偏好。 亚马逊股价一直在高位等业绩,假如稍有差池,或出现好消息出货获利,估计对整个科网股投资气氛会有一定的影响。 港股昨日先低后反弹,首于20天线,勉强未破坏上星期的区域走势。 但是,一旦美股短期再失手关键水平,恒生指数或要再考验23000点大关。 既然短期走势或有变,持仓应该转为保守教合适。